澳洲大火,美国流感,非洲蝗灾,还有一个更大危机要爆发,放眼全世界,并不是只有中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,与此同时的美国,遭遇了40年最严重的流感,更是美国27年以来,首次爆发致命乙型流感。 目前,全美范围已有1900万人感染,造成死亡人数高达1万人,死亡率非常高,全美50个州里,有48个州里出现疫情,罕见暴风雪袭击加拿大,近日,一场事迹罕见的暴风雪袭击了加拿大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,整座城市都被暴雪封城,房子和车全被埋了。 学校停课,公路关闭,公交停时改道,飞机航班取消,这次袭击纽芬兰的暴风雪被称为炸弹气旋,连加拿大的气象学家都说,这是他见过的最恐怖的暴风雪,人在天灾面前,不堪一击。 东非正遭遇25年最严重蝗灾,地球另一端的东非,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。 现在的东非,正遭遇住25年来最严重蝗灾,多达3600亿只蝗虫正在吞噬整个东非的农作物。 大面积的蝗虫群铺天盖地而来,成千上万只蝗虫聚集在一起四处飞行。 疯狂地吞噬住庄甲和植被,在目前受灾最严重的肯尼亚,一个蝗虫群就长达60公里,宽达40公里,每天能吃掉成千上万人的食物。 索马里、埃塞俄比亚、苏丹、厄利特里亚等国家也不能幸免。 目前,肯尼亚政府已经启动了包括军用飞机在内的飞机进行控制,地球开启震动模式。 2020开年以来,全球多地地震不断,地球仿佛开启了震动模式。 1月7日,波多黎各遭遇102年来最强地震侵袭,当地著名旅游经典石拱门也在地震中坍塌。 不久,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附近火山喷发,巨大火山灰漫全程。 一时间,马尼拉陷入了灰色恐慌,打雷闪电伴随火山灰云。 仿佛迈入末日,航空班次全被打乱。 这次火山爆发引发了75场地震。 紧接住,1月29日,北美旅游圣地加勒比海又爆发了7.7级强阵。 大楼疯狂晃动,地面到处都是大坑。 度假酒店的泳池掀起了巨浪。 前几日,成都又再次遭遇5.1级地震。 2020年才开了个头,天灾人祸就接踵而至。 最近这段时间,这个地球,真心是一点都不太平。 澳洲山火给全球带来重大污染。 21世纪最严重的灾难是什么? 以前或许还有人犹豫。 现在他的回答一定是,澳洲山火。 十亿的动物从这场大火中惨死。 公路两旁到处都是被烧焦的动物尸体。 它们就那样安静地躺在那里。 从被烧得焦黑的躯体能想象到它们之前遭受了怎样的磨难。 大火燃起的浓烟直冲云霄。 跟火山爆发有得一拼。 火是大到形成火焰龙卷风。 灾难片都不带这样拍的。 你要说这是别的无生命星球。 我也信。 1120万公顷土地成为焦土。 15万公顷森林被毁。 至少28人丧生火海。 同时,上人感到可怕和担忧的。 是这场大火造成了污染。 据报道, 澳洲的这场大火, 往大气中释放了, 足足4亿吨的二氧化碳。 4亿吨意味住什么? 这已经是全球116个二氧化碳排放量最低的国家一年排放量的总和。 也就是说, 澳洲这把火, 上世界各国努力减排几年的成果全都白费了。 最近的几场大雨, 不但没有完全把火势控制下来, 反而加剧了澳洲的环境污染。 烟灰将海滩和海水都染成黑色。 被污染的雨水漆黑如墨, 落到河流中和湖泊中, 成千上万的鱼类死亡。 澳洲的吉祥物, 呆萌可爱的鸭嘴兽, 也即将走上灭绝之路。 在天灾面前, 人类渺小的不堪一击。 这一次世界又再次提醒我们, 意外可能真的比明天先到来, 这一年才开始, 但好像全世界都在提醒着我们学会珍惜。 起初, 没有人在意这一场灾难, 这不过是一场生活, 一次旱灾, 一个物种的灭绝, 一座城市的消失。 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, 千万别等真正的末日来临之后, 我们才意识到, 曾经我们明明有机会可以拯救自己, 请保护地球, 爱护自己, 请保护地球,